全球暖化恐怕将成为常态了 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市井 气温暖化趋势将持续到2024年 北极冰川不断消失融化 而同一时间当地研究的科学家 意外在融冰后找到了一块稀有的恐龙鳄骨化石 难道恐龙真的曾经在北极生存过吗 大片冰山就在眼前崩塌 画面瞬间布满白茫茫的碎冰 触目惊心 船只加快速度在冰山彻底瓦解前 私立逃生 这不是电影情节 是极地探险员的亲身经历 崩解的冰山随着海流飘走 载夫载成冰层快速融化下 拉着雪橇的哈士奇 也不再是跑在银白世界 而是像这样跑在海面上 世界气象组织再度试景 全球气温暖化趋势不但没有缓解 还将持续到2024年 甚至可能突破摄氏1.5度的长期升温 近视门槛 高空鸟看熊熊大火在风势助长下 尿素吞噬整片森林 WMO甚至预测 澳洲和非洲南部2024年气候将会更干燥 森林大火恐怕将更频繁的发生 而欧洲也会出现较多暴风雨 北大西洋则会有更多强风 气候异常的情况 几乎每个地区都会有感 就怕全球暖化成常态 而这冰一融竟然还融出恐龙新物种的证据 深黑色的小石块夹杂着土色纹路 正中央还有个小尖角 这个鳄骨化石非常稀有 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奔龙科未成年的恐龙 存活在七千万年前 北极地区比较温暖的时期 在诸多化石中 这倒是北极海被发现的第一块飞驰类化石 从这块鳄骨化石的发育过程来看 这只年轻恐龙可能是出生在北极地区 因为体型太小 不太可能历经长途迁徙 成为打破迁徙路径一说的重大发现 不仅北极冰山融化 让二股化石出土 在日本也发现了最小的恐龙单化石 大小约是4.5成2公分 重量只有10公克 估计成型于1亿年前 而中国大陆重庆则出土了一只巨大成年的草食性恐龙 体长约是16公尺 占高约是8公尺 让世界古生物学史开启全新的一页 东森台电新闻综合报导